你们十六个人 现在就算是进入我们学堂的中式 根据我们中式的规则 你们必须四个人分为一队 一共分为四队 每一队拿到一条线索 然后你们得根据这条线索 去找到最终的事物 谁先找到这条事物 你们就可以败入学堂 而师父就会在你们四位中 挑选一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 也就是我们的小师弟 打败其他小队 夺得他人的线索 才是你们胜利的关键 那靠什么组成小队 需要抽签吗 自己选吧 自己选 可是我们并不认识 要不咱俩一起 你们确定这段时间 还不熟悉彼此吗 谁的剑术好 谁的毒术好 谁的轻功好 谁又最难对付 难道你们没有调查清楚吗 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你们所有人的来历 查得到的 查不到的 大家心里没数吗 一个个都是聪明人 别在这儿装单纯了 周末 你提点的太多了 半个时辰 开始吧 姑娘 其实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想问你 我们是不是从经在哪里见过 你是不是因为这个选的我 你不要多想啊 我选你呢 只是因为你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的人呢 就该跟长得好看的人在一块儿 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 亘古不变的真理 我看了这一圈考生 对你很顺眼 虽然这么说没问题 但是我 叶公子 再考虑一下吧 叶公子 反省各位 让一让 多谢各位的台 啊 但是我已经有我自己的选择了 叶公子 多谢多谢 我选 叶公子 叶公子 想不到 你会选我 请让让 我选你 你为什么选我 你为什么选我 你长得好看 行吧 你也不错 我听你们说 长得好看的人 跟好看的人在一块儿 那个诸葛云 长得倒是不错 只可惜 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下夏侯梦定 约合二位结成一队 在下赵玉甲 也想合二位结成一队 我知道你 你是那个编戏法的 原来是你啊 赵玉甲 不选我 我可就走了啊 选 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哥 挺不错的 跟我们是一路人 那我们的队伍 便算是成了 等等 姑娘你虽然长得很好看 但我没有确定要选你哦 叶公子有什么打算 事关紧要 还是要谨慎一些比较好 白礼 试一下这位姑娘武功 你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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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 好 你 好 好 我 好 好像快乐一些 不是普通的三菲嫣 这是我自创的 叫一罪千里 秀里藏剑 轻妙无比 一罪顺杀 倒是惊险害人 我并没有杀心 这一件 只是试探